河里这三个黄色的是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小黄鸭 我去下面的这俩是什么 轮子呀 把这两个也捡起来 这三个小鸭子真黄 走拿到岸上去 让他们跑起来 先把这里的血清理一下 哎呀全都冻住了 这里有一点没有血的地方 来跑一个我看看 跑得挺丝滑呀 再来一个看看他的表现 哎呀翻车了 在这里不好玩 拿回家去玩 哎呀我去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刚才听见嘎嘣一声 看看是什么 我去果然下面有东西 这是啥呀 好像是一个楼梯 把上面的血清理一下 这上面竟然也划着小黄鸭 哦我懂了 这三个小黄鸭 应该是放在楼梯上面的 以前我玩过这个玩具 这个位置应该还有一个开关 打开试一试 哇塞还好用 小鸭子怎么都掉下来了 竟然没有被我给踩坏 但是这小鸭子怎么不往上爬呀 是不是因为这里面的血太多了呀 把血全都弄出来 再把三只小鸭子重新放回去 再打开开关试一试 哦好了好了 小鸭子开始往上爬了 哈哈我去 它直接跳下去了 对了这里应该是有滑梯的呀 小鸭子爬到顶 然后可以来回循环 巴拉巴拉周围的血里 看看有没有滑梯 但是怎么没有呀 这里也没有 哎快看那里有东西 怪还不得在那里找不到 原来滑梯都在这里呢 然后来严谨研究 怎么弄把滑梯装上 这里面有数字 是三 这上面也有一个数字 也是三 那肯定就是这么装的 这里还有一个数字 是一 那就找到数字一 拿着提示装上就行 这也太简单了 滑梯装完了 把三只小黄鸭放好 把开关打开 看看小鸭子 能不能无限循环 已经开始往上爬了 第一只马上要进入滑梯了 哎 它怎么进入滑梯 就不动了呢 这哪里出问题了 让我来帮它一下 还是不跑呀 应该是滑梯上面 有太多的雪 我把滑梯上面的雪 清理了一下 看看现在 能不能无限循环 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不行 应该是我刚清理完 接着又落上雪了 看样子下雪天不能玩 我还是拿回家玩吧 快看 河里那是个什么 别湿了鞋 把鞋子脱掉 过来看看 这可是个什么 哇塞 钢铁侠吗 是谁放在这里的 它一看四周 也没有人呀 管它谁放的 让我先研究研究 怎么感觉它好丑呀 它的面具 怎么感觉可以打开呢 真的打开了 哇塞 怎么会是个女的呢 明明这么好看 为什么要戴个破面具呢 怕不会是钢铁侠的 女朋友吧 它的胳膊竟然可以动 这只胳膊也举起来 它投降了 快看这里 它的脑袋上 竟然自带无线网 这里还有一个开关呢 打开看看 怎么没有反用呢 我真傻 这应该是装电池的 没有电池 怎么弄有反用呢 来这里找找 看能不能找到电池 这是个什么 这也不像是一块电池呀 不对呀 水里找的电池 也不能用呀 我还是带着它 回去找几块电池吧 你们猜 装上电池之后 会是什么效果 带着钢铁侠 回来了 借坦克车的电池用一下 三块就行 装上电池 看一看 钢铁侠的女朋友怎么玩 这个开关是两个档的 先打开一档看看 一档只会 闪闪发光吗 再把二档打开 哇塞 听这声音 这是要启动了 哈哈 它竟然会跳舞 是不是傻 不是我拦着 你就掉桌子下面去了 这舞步 很妖娆啊 拿出来我的蜘蛛侠 让它俩比一比 谁跳舞好看 你们看 它俩谁跳的好看 这蜘蛛侠真坏 竟然去撞钢铁侠的女朋友 这么不知道连香西域呢 你们看 装完了钢铁侠女朋友 又去装椅子 这这家伙 刺个刺头 快看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东西找的好奇怪 这里好像可以活动 哇塞 这是一把枪的模型 这里还有一个支架 这枪也太酷了 就是小了点 这里竟然可以拿下来 但是里面是空的 这里竟然可以转 转下来看看 藏着什么东西 什么情况 转了这么半天 怎么转不下来呢 哦 原来不是转的 是拔的 这里面怎么会是一支笔呢 这支笔竟然还好用 我知道了 估计又是邻居家小孩 不喜欢写作业 把笔给扔了 当年我要是有这么一支 好看的笔 高低我得考一个清华大学 哎 看这里 这里好像还少一个东西 会是什么呢 这是一把枪的模型 难道这里 缺少的是瞄准镜吗 再来这里找一找 哎 这里好像有个东西 是手感 硬帮帮的 哇塞 我竟然发现了一颗子弹 子弹像是重镜子弹 但是枪太小了 根本装不进去 我去 这子弹头竟然可以拔下来 这怎么又是一支笔呢 子弹我都找到了 但是瞄转镜呢 哎 看这块石头下面 好像有一个包 我似乎是找到瞄转镜了 打开看一看 这里面除了瞄转镜 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先把瞄转镜装上 哇塞 这样看起来更酷了 哎呀 这个瞄转镜 不会是有激光吧 打开看看 这不是激光 这是一个小洞 这要是一个激光洞的话 那就完美了 再来看看这些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支架 就这么一个小支架 把枪放上看一看 子弹放旁边 这要是往书桌上一摆 我绝对是全班 最靓的仔 不过我觉得 不用支架更酷一些 我得拿回去 给林余佳小孩送回去 让他好好写作业 快看 河中央那是什么 先把鞋子脱掉 我要湿了袜子 挽起裤腿 我去看看是个什么 喝水好凉爽呀 这是一包什么呀 我的天 竟然是一包玩具车 惯性工程车 里面竟然有四种车 这是一辆铲车 这是什么车 不认识呀 这个是挖掘机 这个是破碎锤 适用年龄 三岁级以上 哈哈 正好适合我玩 轻轻的拆开看看 这些车到底怎么玩 两个像吧 小宝贝 一个一个的看 大铲车 是这一个 不知名的车 就是这一个 第三个是挖掘机 它在这里呢 最后一个破碎锤 就是它了 四辆车 一辆也不少 只不过这用料 也太单薄了 感觉我稍微用力 能给它捏碎了 看看这四辆车 哪个跑得最远 一号出厂的 就是这个不知名的车 二号出厂的 就是这个破碎锤 走你 哎 这车有点傻呀 还好我出手计时 从现在跑 好 破碎锤目前未居第二 第三个出厂的 是挖掘机 把铲子往上 这个样子 看起来巴西多了 走你 你们说它能不能超越第二名 它超过了 暂时未居第二 最后一个 就是大铲车 你也给我举起来 走你 我去 不好 弯了 掉进河里去了 找一根不要钱的树枝 紧急大锣大铲车 上来了 重新塞比一次 哎 哎 我晕 怎么又掉水里了 第二次大锣大铲车 第三次起跑 这还来了个一百七十度大转弯 往水里冲 既然你那么喜欢水 那你就在水里待着吧 把第一名 第二名 还有第三名 全都打包带回去 那个第四名 就在水里待着吧 那是它不听话的宠罚 快看 这是个什么 哇塞 一辆超级酷的车 这轮子 居然还在转向呀 只是可惜 少了一个轮子 不过这里有备胎 不过去 这备胎居然是假的 根本拿不下来 似乎三个轮子 也没有什么影响 看 这里还有一个遥控器 怎么不好用呢 应该是没有电池 果然让我猜对了 再看看这辆车 果然也需要装电池 走 搞几块电池 装上看看 这车还能不能玩 电池有了 这两块 先装到遥控器上 但是这里 还需要三块 那就借蜘蛛侠的 三块电池用一下吧 把电池装到小汽车上 打开开关 我去 洞还亮了 试一试三个轮子 能不能跑 可以跑 可是少了一个轮子 滚弯的时候 不稳呀 我还得回去找一找 看看能不能找到 丢失的那个轮子 刚才就是在这里 发现的小汽车 找一找这附近 看看能不能发现轮子 这是个什么 这好像是一个凳子呀 难道这里有人 我去 刚才没仔细看 这里还有水桶和水瓢 难道这辆玩具车 是别人放在这里的吗 不管了 先找找轮子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我去 在这里呢 这应该就是丢失的轮胎了 比比一下 看 一模一样 把它装上试试 我去 感觉挺紧呀 这么紧 它是怎么掉下来的 打开开关 试一试它的越野效果 嗯 怎么不动了 难不成坏了吗 往后退还好用 诶 又好了 看看它能不能 放过那根树枝 轻而易举的就过去了 但是它卡在那里了 前车过去了 后车过不去 算了 还是不为难它了 看看它的有效 遥控距离有多远 诶 跑到那个树墩后面 就不动了 这也没有多远呀 还是给别人放在这里吧 五节坚持就送给它了